龙珠英雄,超蓝贝吉特也要退帝,两大志强者联手,心暗黑王诞生 龙珠超魔罗篇的故事进入到了最后的结局,评级着大家的努力,自在极异悟空终于是彻底将它消灭 龙珠超漫画的故事很精彩,龙珠英雄的高潮部分也将来临 目前官方提前公布了一些画面,下面就让小芯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贝吉塔避让 超蓝贝吉特与福展开了战斗,此时的福已经变身为战斗模式,实力有了大幅度的上升 不过超蓝贝吉特也不是昔日那个被打趴的状态,他的战斗力还是在福的战斗状态之上 连续数次交战之后,超蓝贝吉特占据了上风,福却只有招架之功,毫无还手之力 眼看福就要败下阵来,他却感受到了强烈的暗黑因子 随着多个暗黑因子的吸入,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,这强烈的气息,连超蓝贝吉特也不得不避让 暗黑王诞生,在获得了足够多的暗黑因子之后,福变身成为了新一任的暗黑之王 更加高贵的服饰,神秘的印象,还有新增的眼镜 全新的形态自然是带来了不一样的战斗力,就连他不擅长的魔法,也有了根本的改变 仅仅只是手一晃,整个空间发生了完全的变化 面对全新形态的暗黑之王福,超蓝贝吉特也陷入了被动 虽然超蓝贝吉特实力本身就不简单,但是在面对福的时候,他还是有所不足的 只强着联手 就在超蓝贝吉特陷入下风的时候,带住神圣的气息,超似贝吉特出现在了这个空间 比起之前的贝吉特来说,此时的超四贝吉特实力更进一步,拥有了什么的气息,达到了全新的现界突破 虽然浮变身暗黑王模式,实力获得了质的蜕变,但是面对超蓝贝吉特与超四贝吉特两大志强者的联手,依然也会以失败告终 能够看到超蓝贝吉特与超四贝吉特的联手战斗,对于龙珠尼来说,也是梦寐以求的画面 龙珠GT这部作品是十分经典的曲作,其最强形态超级赛亚人四,更是堪称最强的赛亚人形态 不过随着龙珠超故事的发展,龙珠GT时空的超四,已经慢慢跟不上现在的节奏 但是官方这一次的改动,全新的超四线界突破,又让GT时空焕发了新的活力 目前的超级赛亚人四线界突破,感受到的是超级赛亚人之神的红色之力,而在这之上,还有超级赛亚人蓝色之力,自在极异的银白色之力 可以说,未来GT时空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方向 那么,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蓝色头发和银白色头发的超四呢?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!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!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! 再见!